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夏松报道 受贿9.43亿 中共烟草专卖局 前副局长被判死缓 中共国家烟草专卖局前副局长何泽华一审被控受贿 超9.43亿元人民币 遭判死缓 不得减刑 假释 5月29日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宣判 中共国家烟草专卖局前党组成员副局长何泽华受贿 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的审理结果 何泽华被以受贿罪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出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 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 简位无期徒刑后 终身监禁 不得减刑 假释 被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刑四年 并处罚金30万元 最终决定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 简位无期徒刑后 终身监禁 不得减刑 假释 大连中院称 1998年至2023年 何泽华先后利用担任江苏省烟草专卖局副局长 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局长 经理 安徽中烟工业公司总经理 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 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 业务承揽 职级晋升 职工录用等方面提供帮助 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 共计折合9.43亿余元 法院还称 2014年至2016年 何泽华在离职后利用之前担任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 江苏省烟草专卖局副局长等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 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 共计折合147万余元 2023年1月6日 何泽华被官宣落马 彼时 他已退休近9年 同年7月6日 何泽华被开除中共党籍 同年7月24日 何泽华已涉嫌受贿罪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被逮捕 今年3月22日 何泽华在辽宁大连受审 被控受贿9.43亿余元 利用影响力受贿147万余元 据财新网报道 何泽华是已知的烟草业腐败之罪 在他之前 湖南省中烟有限公司前总经理卢平被控受贿4.13亿元 挪用公款1.35亿元 紧随卢平之后 2024年1月初 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前副总经理顾波受审 其被控收受股份 前款折合超过3.5亿元 此外 何泽华是今年第四名受审的中管干部 此前三人分别是贵州政协前副主席周建坤 吉林省政协前副主席张小沛 以及西藏人大常委会前副主任纪国刚 何泽华也是2023年以来 第十名被控涉案金额过一元的中管干部 此前9人分别是周江勇 蔡厄生 王大伟 曹广京 田惠宇 孙远良 易鹏飞 陈如贵 周建坤 下面请听大纪元记者程静罗亚采访报道 国会扩权法通过 台朝野对立 专家西蔚来走向 台湾立法院近日审议国会扩权法案 引发数万民众多次包围立法院抗议修法 同时十多个县市同步抗议国会滥权 目前法案已通过三读 还需要总统签署 立法过程还未走完 民进党呼吁视线 分析认为 在中共渗透下 预计台湾未来党争区域激烈 不过此次参加抗议的多数是年轻人 显示年轻人正是中共对台湾的渗透 台湾的民主来之不易 年轻人的行动将激起社会更深地思考 三读通过 未来还要总统签署 民进党或提示线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 民众党联手提出的国会改革法案 包括增定藐视国会罪 总统国情报告常态化 赋予立法院调查权及听政权等 身为执政党 但在立法院处于少数的民进党立委 拖延法案进行 甚至有多名立委受伤送医 28日 台湾立法院续审国会扩权法案 截至下午5时前 五大法案以全数三读通过完成修法 这是自5月17日 21日和24日后 台湾立法院第四度上演表决大战 立法院外 与50个公民团体 即24日出现10万公民抗议后 周二再度号召公民聚集抗议国会修法 主办方说有7万人参加 此外 全台有15个县市 同步发动528全台轻鸟行动 抗议国会滥权 对此 台湾立志协会执行常赖荣委 28日对大纪元说 第一 以台湾的立法程序来讲 二读通过就差不多了 所以蓝白立委这种扩权做法 结果会过关 三读就是文字上作为修正 第二 这个立法通过 未来还要总统签署 但是因为这个法案 现在引起了台湾很多人的关注 这样的立法对社会 对企业 甚至对国家安全 对未来的施政 我们有太多的疑虑了 赖荣委认为 未来赖总统行政院 可能会有一个做法 民进党政府可能会申请试线 这是他们最近讨论最多的 就是这个可能有违宪疑虑 所以申请试线 如果试线成功 就是的确证明是违宪 那这一次蓝白立委 强行过关的法律 包括这个藐视国会等 可能就宣告无效 这就是民主政府的用意 他说 至于十万学生抗议 这样的结果是不是没有意义 我倒不觉得 因为就连中国那边的民众 也很关注这个事情 赖荣委说 这次十万人 几乎都是年轻人 而且到最后叫做 青鸟运动 全台大串联 就是展现民意 那相对于中国来讲 中国要十万人上街头 然后包围全国人大 有可能吗 不可能吗 这次台湾的蓝白立委 这样的方式 是不是激起很多台湾年轻人 或是台湾学者 在讨论国会跟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 也讨论到 是不是有违反宪法的程序正义的讨论 也会讨论到 程序正义失灵的时候 该怎么做 台湾年轻人 正是中共黑手 将激起更多关注 对于台湾立法院修法引起的争端 时政评论员唐靖远 此前对大纪元表示 背后有非常深厚的中共渗透的红色因素 今年2月 就有中共体制内的人士爆料 中共要把台湾立法院作为突破口 作为在台湾内部去攻破堡垒的据点 唐靖远说 这里明确提到 要借用立法院推行所谓的国会改革法案 在台湾内部制造内乱 给赖清德行政当局 起到束手束脚的作用 形成一种制约 一种彻肘 此次十万民众抗议立法院修法 赖荣伟表示 就是民众在乎 台湾被中共渗透的事情 也是代表说 台湾很多年轻一辈 或是台湾社会 不是没有正视 中共对台湾渗透的问题 而是已经注意到并战出来 这是他们要给国际社会传递的讯息 赖荣伟说 从台海和平 扩散到台湾的内部问题 中共所谓的渗透这种木马屠城 甚至设置在地带里人这样的做法 经由台湾这一波年轻人的运动 国际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下 我想世界各国很多年轻人 很多民间人士 也会去关注自己的国会 有没有所谓的中共在地带里人 有没有中共黑手 这个事情绝对会激发更多的讨论 当然在民主国家里会有正反意见 至少它成为一个焦点 被注意的对象 当然对于防范中共内部渗透 绝对有注意的 有讨论就会有相对的行动来因应 不过 也有分析认为 外界大可不必担忧 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君涛对大纪元说 这种规则性的东西 其实谈不上对谁好 比如今天是韩国瑜 或者对他们好 但我认为民进党拿立法院的 多数是时间问题 等明天民进党拿下多数 这是不就对民进党有利吗 就像游戏规则 比如足球规则 乒乓球规则 那谈不上对谁有利 最后呢 你制定规则的人 好像这一局对你有利 但是下一局就说不准了 从短期看会对谁有利 但从一个中期和长期看 是说不准的 预计党争趋于激烈 但民主来之不易 盼台湾对世界做贡献 王君涛认为 台湾现在党派斗争非常激烈 当然赖清德总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他很希望台湾人再维护尊严 再向前走一步 他希望台湾人的国际地位 也能够得到更多的国际社会承认 而且他也希望对共产党 采取更强势态度 但是这又会使得台湾那些 顾及台湾安全 或者还想一方面维护台湾人的尊严 另外还想跟大陆做生意 捞取实际利益 跟这些人就会有激烈的冲突 这都在预料之中 王君涛表示 台湾毕竟是一个民主自由开放的社会 一个法治社会 这和中共不一样 有人老跟我说 美国为食魔不能按照对等原则 像中共对付美国那样 在国内对付中共 那我说 这就是民主和自由法治和专制的区别 民主就是一个法治社会 它不仅保护它说的好人权利 也会保护坏人的权利 例如台湾社会也有这个问题 明明知道这是个共产党 但你走法律程序 不是那么容易扳倒它 而专制社会 说把你避掉就避掉了 像邓小平在严打的时候 杀了那么多人 民主社会因为有这样一些束缚 就使得敌人会有很多空子可钻 但这是民主和法治社会的代价 在保持好人权利时 也给坏人一个保护空间 不过王军涛认为 台湾这个民主社会比较成熟 既让人们听到了民意沸腾 同时其他的经济社会文化 都在正常运作 不受这个干扰和影响 所以他不认为 这个发展会让台湾怎么样 但是政治上党派斗争会 更加趋于激烈 这可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会是一个趋势 大陆前大学教师顾国平 日前也对大纪元表示 在亚洲产生台湾这样的民主社会 非常不容易 台湾新一任民进党总统赖清德 是得到世界广泛民主国家的支持 尤其是美国两党议员 都出席了赖清德的就职典礼 对世界来说 对大陆来说影响也非常大 两岸都是中华民族 虽然主权互不隶属 我们希望民进党政权 要把好不容易获得的台湾民主 来影响大陆老百姓 尽快地走向民主 自由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顾国平说 我作为大陆百姓的一员 希望台湾民进党做出一点 有利于大陆的民主自由发展 做出一点贡献 这是我们这些维权人士 民运人士 意义人士等的一个愿望 也是全世界民主国家的愿望 有白草之王美育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 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 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 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 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 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